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几年我经常有回大陆做农村的服务 其中一项就是帮农民子弟上大学 我发觉如果农民子弟有潜质又肯学习 他们将来一样可以学而有成 对社会有贡献 有一年我去到西安大学参加他们的研讨会 我发觉其中一个我们资助的女同学 说面目很可怖 因为一场火灾令她的头发又烧了 眼皮又没了 皮肤就脱脱脱脱 但是她自己的EQ就很高 她没有因为怕吓人 就把自己藏在宜角 还很努力去读书 成绩都相当好 这个女同学是学美术的 由于她受伤的时候医得不好 她除了面貌很可怖之外 她的手脚因为皮都抬着 是不能动的 影响她的学业 所以我们一班朋友就说 不如供她做一个矫形手术 将来可以让茅容易接受一点 对她的学业也会有帮助 但她竟然拒绝 原来她想把这个机会让给弟弟 她弟弟在同一场火灾中都被烧伤 但是没有她那么严重 所以她觉得这个手术 比弟弟做的效果会更加好 加上农村是很注重全宗节代的 她希望弟弟有机会结婚 有机会有弟哥 所以她宁愿牺牲自己 将这个机会被弟弟 我们都很受到感动 我们一班人很快就籌责了资金 希望给她两子弟都有机会做这个矫形手术 将来可以有更加美好的生活 这件事都令我很感动 因为我一向认为人是自私的 有什么事可能会先想自己 但这个女同学面对一个这样的机会 都宁愿放弃给自己的弟弟 女性对于样貌应该是很重视的 何况她现在的手脚不方便 都影响她的学业 但当她想到弟弟将来都需要结婚 需要全宗节代 她宁愿牺牲自己 我们看到即使在农村长大的人 她可能好像没有什么文明 但是她有时都可以做出 牺牲自己 承传其他人的伟大的做法 我们在香港很多时候工作繁忙 忘记了家庭 其实亲情是最值得珍惜的